這是嘉義火車頭 在日本時代 它是這個形 我用心給它研究 描出來應該是這個形 這叫做折中主義式建築 現在變成這樣 假面做一個 給做太陽能發電板的走廊 遙洲如果建築物有太高的地方 就用水慢慢把它放起來 在中國文化裡面 就是用油插插插的模範準備好 用油插插就是跟空氣隔絕 跟空氣隔絕上面的火紋就不能呼吸 這樣就容易積水 很容易打下去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古蹟維護法 真的沒辦法 倒一下太高